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还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病 只是给我们说我们的器官 某一个器官就有一点异常的现象 然后医生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以后我们回了家 然后就老是去想 一直都去想 一直都去不间断地去想 这样子最后我们的这个器官一定会发生 这个时候不是意识上的 不是意识上 而是身体的感受上 一定会发生病痛 为例如我们在医生科医部 移行疫苗医生 人院长发生了各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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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样的皿 nevertheless, we go home, we think about it, we really give it a lot of attention and then, sure enough, that part of our body begins to hurt 如果这个适合我们不懂得放下,不懂得停止的话 就老实在乎,老实想的话 那么医生说有问题的地方,医生说有一点点异常的现象的地方 最后真的是人的感受上就是有很不愉快的很不舒服的感觉 这个完全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心导致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是本来如果医生没有告诉我们,我们什么感受都没有 但是医生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异常现象 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意识再再地去想 最后这个感受,这种痛苦的感受,让我们很不舒服 最后就变成这样子 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地方 和这种荒获得不能拥有的事情 然后我们继续续续维持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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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持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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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物 如臭所指抗地医ände 这个时候 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 这是因为自己的心理的一种作用 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创造出来的问题 然后我们得不到满足 然后就是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我们一直都认为外面的一些客观条件上面 就是有些条件不具备 有些东西不应该怎么样等等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把我们不幸福和不快乐的这些因素 比如我们会到别人的身上去寻找 或者是到其他外面的物质世界当中去寻找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 本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感受的 没有这样子的异常的感受 但是医生告诉你的耳朵的下面 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异常的现象 然后我们一直都想 我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一个什么严重的问题 这样子以后 然后就一周两周以后 这地方就开始发麻 然后就开始痛 开始疼 长 疼 然后这些异常的现象都有了 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 不知道这个问题 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原因 是我自己的内心当中 在我的内心当中 然后我们就以为真的有问题 然后就去找医生 吃药等等 实际上 它不是 它这是我们自己的意识 创造出来的不同的 异常的感受 那我们的心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确实是有的 对我们的心脏 我们真的有这个力量吗 是的 他们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